各位朋友朋友好 我是彭启明 昨天到今天呢 持续维持东北风的天气 不过北方有云气通过 事实上北方海面稍微不稳定 略过北台湾 北部跟东北部有些短暂的零星阵雨 不算大的雨势 但是还是有飘雨 那预计呢 这个会维持到今天的中午 下午会逐渐的远离 降雨也会趋缓 中南部呢 都还是维持多云道晴的稳定天气 那这波离开之后呢 风向也会跟着会转变 逐渐转为偏东风 东半部仍然有些水气 有些短暂地形的震雨 大致上呢 今天各地清晨还是稍微有点凉意 清晨的温度大概是17到18度 北部呢 白天的高温大概21到23度 中南部有阳光也偏暖 白天可以到25到27度 高雄屏東呢 甚至是接近30度哦 那周五周六这两天 最是近期大幅回温的好天气 只有东北部 东半部迎封面还是有这种短暂震雨的局部地形震雨 尤其是其他地方都是多云稻情的天气 那预计北部的温度呢 会在18到27度 中南部呢 是19到30度 中午的高温都会在30度的上下 在西半部 请大家好好把握这两天 可以多到户外走一走 北部朋友可以尽快的赛洗一下衣物 那接下来的转变呢 会在周六中午过后 那新的一波封面会逐步的接近 周六晚上到周日中午这段期间 是封面最明显影响台湾的时间 那这波的动力结构呢 比较好 预期呢 也会有明显偏南风的暖湿水气配合 预计呢 从北到南 全台湾都有机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雨势 那中部以北呢 会有较大的发展的降雨 那甚至会有雷震雨 强风等情境出现 所以提醒您户外活动很容易受到影响干扰 务务必要预做预防准备 那这下一波这个封面后面呢 也伴随着冷高压 干冷空气呢 随后跟上报道 周日下半天开始呢 会降温 持续影响到下周一二 那预期呢 北台湾都市可能会到 14度上下的温度 空旺地区呢 可能更低个两三度 或是要考虑辐射冷却的效应 跟这几天回暖的感受是有不小的落差 所以提醒您要留意一下 这个是属于很容易感冒或是流感传播的天气 容易染上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哦 所以建议您要预做准备 东一暂时还不要收 所以这几天呢 可以好好地清洗一下 那几天都还用得到 下周三四之后 会有几天回暖稳定的天气 所以也建议您可以期待预做准备 以上气象游 天地风险 彭启明提供 就回了下周四之后 彭启明提供 到 的感觉 感谢观看